提善孩子阅读风气 大雅上风国小利用一楼穿堂 改造成阅读空间 并在大雅皇后狮子会的协助下 装潢这里成为蜂窝书柜 学生可以利用空险时间 坐下来短暂阅读 校方表示为了这个阅读的新空间 校园也举办了戒阅几点的活动 希望带动校园阅读的文化 爱的读书柜的奇妙 耶 大雅上风国小校长 亲自颁发感谢状给大雅皇后试制会 和300C2区总监等人 因为在他们的协助下 动手改造校园穿堂 让这里成为一处充满童趣的阅读空间 这个idea是来自于我们大雅的小麦文化 并且结合上风国小的一个风树 还有他们学校有养蜜蜂 一个小的一个安全性的蜜蜂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东西 结合在这个图书会的一个设计里面 然后整个美化 然后书也更新了 所以孩子们早上来到学校 那他在这边 有一群同学可以一起阅读 推动校园阅读风气 让每个角落都是阅读空间 因此在校园穿堂 设计了以蜂窝为造型的简易书架 方便学生自由取乐 同时配合这空间 学校也推动阅读几点的奖励 每个小朋友可以获得一张几点卡 让我们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从班级比较提供值的阅读 孩子在读书完 然后他有内容深化 可以在班级里面做一些阅读的分享 带动我们上方国小 所有的小朋友 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有一个发挥的空间 我最爱看书 目前兼约超过100本书籍的 全校大约2、30位 还在持续增加中 校方希望通过这个空间的改造 能够带动另一股正面的阅读力量 记者李江台中猜不到